好 剛才我們聊到柯P 他現在左打籃右嗆綠 那綠營的部分 要來請教這個博文議員 因為最近有傳出說 賴清德的陣營 要來加強這個反共不反中 這樣子的論述 結果一講出來之後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中起來 都很想起的 都在罵民進黨雙標 來 議員怎麼樣看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傳言 是從哪裡出來 那我至少在我自己內部 我從來沒有聽過 什麼要強化反共不反中 這樣論調 我們的一貫的論調 其實一路走來 真的就是非常的一貫 其實對於這個中國 對於兩岸的交流 我們就是對等尊嚴的 這樣交流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和平 對等尊嚴的 跟中國進行任何的交流 只要是這個 不要去預設一個前提 所謂的預設前提很簡單 就是如果我們要跟中國談的時候 先不要預設說 我是什麼 你是我的一部分 那你是我的一部分 那有什麼好談 如果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就是一個中央對地方的一個態度 那台灣的利益有辦法確保嗎 我們能夠站在一個對等尊嚴的立場 那是不可能 所以從來我至少沒有聽到什麼要強化什麼反共不反中 這樣論調 一向以來 就是例如說 舉例來說我們對中國一向任何的這個不管是商業交流 文化交流 事實上不管任何交流都不反對 那我們只是希望說 如果在這個國家主權的這個地位上 我們當然要這個堅守我們自己的這個立場 那在台灣的國防軍事外交上 我們要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也不表示說我們要去打他 其實我們可以縱觀這個過去八年來 這個蔡英文總統他的主政之下 蔡英文總統對於兩岸是非常的這個 這個一步一腳印 從來沒有任何挑釁 而且就是很踏實穩健的 也不會給中國找到任何的這個機會 見縫插針 或者找到一個所謂的這個 批評你是麻煩製造者的 任何的出口 所以我覺得未來這樣的一個路線 其實賴清德賴主席他也講得很清楚 就在他正式被提名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那時候 他也是想他未來就是延續 這個小英總統這樣的路線 所以坦白說我覺得民進黨的主張是清清楚楚 現在反而是我們不知道 未來國民黨要走怎麼樣的路線 一下子說不買武器 一下子就說這個認同這個 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那這九二共識早就已經歪七扭八成 所謂的一中原則甚至就是一國兩制方案 那我不知道未來國民黨要帶給台灣是怎麼樣的一個路線 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要請國民黨的參選人要講清楚 來這個敬平議員國民黨現在先不說到底要提什麼樣的路線 現在連到底要提誰都還不知道 那剛才我們講到柯P嘛 柯P昨天自己在黨內登記了 這釋出什麼樣訊息給國民黨 因為朱立倫不是一直在寄望說第三階段要來整合非綠大聯盟嗎 那現在人家柯P自己去登記了 兩個訊息第一個我具有主體性 我登記了我是民眾黨的這個參選人 而且我本來就有民眾黨的這個門票 然後呢我必須顧到民眾黨裡面的這些小機 人家也要拼立委席次啊 對 區域立委跟部分區 在柯P的觀念當中 絕對不能只靠部分區立委 否則這個政黨很容易泡沫化 就是他擔心會像比如說時代力量啦 或者是過去的親民黨或其他的政黨 對不起我沒有被對任何政黨有貶義的這個意思 而是說你去看過去的民主憲政 他們的板塊騷掌就是這樣吧 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這20年來 政黨的板塊 如果你沒有區域立委 而是只有部分區的話 你區域立委能夠經營地方 你要有自己的地盤 也就是像打仗一樣 要有自己的層次 要有自己的這個穩固的地方可以去經營他 所以這個就代表說 他跟國民黨有一種訊息的釋放喊話 我代表民眾黨參選 我有區域立委跟部分區立委要顧著 你們要跟我談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我有一個主體性 我是政黨的主體性 我不是跟你好像聽你的或是怎麼樣 那團結在野陣營 以及非力大元盟 在這個前提下你要怎麼團結 你要怎麼談判 這是我的籌碼 那這是第一層含義 第二層含義拿了這個登記權 登記了之後呢 其實下一步就是看9月份 9月10月 中選會正式公告登記以前 他會不會臨表登記 有沒有過了那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你看從現在5月 5月到這個9月 還有4個多月 那這個就是談判拔河的過程當中 在野陣營如果真的要好好的去談 彼此之間藍白也好白藍也罷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你要怎麼在立委方面琢磨 你們到底有沒有要去跟人家談 我相信會很想要去談 包括總統跟立委都會很想談 但是也許民眾黨在總統方面 不會想要跟我們談 因為沒得談嘛 因為他們也要選啊 而且美麗島電子報的 不是這個前幾天的 最近的一份民調顯示 沒有猴柯才會贏 然後再加上甚至那個郭 還落後柯文哲0.1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結構 所以你要談的話 如果是郭出去 他會說你落後你跟我談 我例如說類似這樣的對話 那如果不是郭是猴的話 那要怎麼去跟他談 比如說立委要哪些選區提名 哪些選區不提名 彼此要怎麼合作